爱吃牛肉的,可以试试这个做法,非常的简单,好吃,下饭 这个牛肉咱们顶刀切片,最好是切大片 这兜里全部蒸汽,买的时候告诉师傅给拿个一纸宽的 就只能将就了 在牛肉中,少放一点点的生抽 一小勺五香粉 再来点胡椒粉 吃点料酒 先行,给它抓拌均匀 打入一个蛋清 加玉米淀粉,这个不要太多,能挂上就行 咱顺着一个方向,给它搅上劲 这个一定要多弄一会儿,挂不上的话,汤该混了 最后淋入少许的油 即可 锅中加入清水 倒入一袋这个金酸汤调味酱 它是两小包,每包100克 口感微酸,还有些回辣,非常的好 倒入一袋 给它熬开后,放入你喜欢的食材 正常的食材 正常的话,一袋料包配一斤清水 这个食材比较百搭啊,我放的是酸菜 金针菇 还有冻豆腐 煮熟后捞出,放入碗中垫底 将牛肉放入,串熟后捞出 撒上葱花和姜末 淋上热油即可 谢谢观看